只需要五張照片 就可以賺到那麼多種不同的AI照片 有那麼多個Template 給你玩 還可以自己改個Prom 去得出你獨有的美照 免費 免安裝 沒有私隱問題 還送修復改圖給你 你準備好賺你的超級無敵美照尾 大家好 歡迎收看NITIA 我是Anita 話說之前出的 AI 我的樣子第一集 好受大家歡迎 謝謝 還有我發現TrainLora的Project的Library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炒了 我已經fix回了 用不到的朋友現在可以再Clone過來 上次的教學是用TrainLora的方法 去將你的AI照片 而今次我會教大家用另一個方法 就是DeepFake 有很多方法都做到DeepFake 而我們今次會用的是IP Adapter IP Adapter有Face ID、Face ID Plus 但這些效果我都覺得不太滿意 所以之前才一直堅持要用TrainLora的方法去教大家做 不過現在多了個Face ID Portrait的Model 效果非常之好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collect版給大家玩 不過由於Stable Diffusion將出來的圖 依然是會有怪手、怪手指的情況 所以我今次還會送第二個collect project給大家 這個collect project可以做到局部修復 甚至是改圖 你準備好未? 我們現在立即開始啦 首先說一下什麼是IP Adapter 而這個Face ID Portrait的Model又有什麼特別? IP Adapter是一個Stable Diffusion的ControlNet Model 它有不同的Model 而當中最重要的就是Face ID系列 Face ID系列基本上就是換臉、Deep Fic 它有不同Version 基本上都是換得漂亮一點 但去到Face ID Portrait這個Version 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以前的Version 因為都是用一張相同一個角度 所以效果強差人意 而Face ID Portrait就是用五張相 讓它即時用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你的樣子 除此之外 由於它是一個針對人像而做的Model 所以它的效果會比舊的Version好很多 你可能會問是不是一定要用五張相的? 我們來看看如果只放四張相的效果 三張、兩張、一張 嘩!你哪位啊? 結論是,是一定要放五張的 不過數量要五張而已 是不是一定要五張不同的相? 我們試試重複一些相,看看效果會怎樣 我覺得效果其實都OK的 不過如果你拼起來比較 那當然是五張不同的相,效果會好一點啦 不過我覺得用同一張相重複五次 效果都可以接受 所以如果你可以拿到五張不同的相出來 那當然就最好啦 如果真的不行的 重複一些相都OK的 另外如果你張相太萌 太光或者太暗 我就建議不要用啦 寧願重複用同一張清一點的好過 因為如果你張相不清 是會大大影響出來的效果的 我們現在正式開始 首先打開說明欄第一條link 跟之前一樣,如果你未登入Google account 就登入了先 會見到我這個collab的project 首先按右上角下箭咀 按Change runtime type 確保這裡是選了Python 3 和T4 GPU 之後按Save 之後按Step 1的Run 可以按Step 2的Run Step 2就會跟著Run Step 3是選Model 我準備了8個給大家選的 稍後再給大家看個分別 現在就選了Beautiful Realistic Asian Custom Model 如果你未看過我的影片,不知道是甚麼 待會再說 選好Model 按Run 下一步 按這個按鈕 打開File System 把你的五張相片拉進去 等它Upload Upload完 就在這五格填上你的五張相片的File Name 之後就落Prompt和Negative Prompt 可以用我上一條片的Template 或者如果你已經會寫Prompt 可以自己寫 有需要可以寫Negative Prompt 之後按Run 第一次用Model 等它Download 之後就完成了 如果效果不滿意 可以再RunStep 4 Run到滿意為止 如果滿意的 可以RunStep 5 放大它 之後Right Click Save 了它 不如我們先看看不同Model的效果 Beautiful Realistic Asian 這個是我一向最喜歡的Model 放出來的效果很漂亮 Kawaii Realistic Asian Mix 我近期開始喜歡用這個Model 如果覺得BAR油膩太重的話 可以試試這個 比較日系 維美一點的感覺 之後到3D風格 RCNC Cartoon 3D 嗯? 嗯? 我覺得很像 好像我進了Pixar的世界 3D Animation Diffusion 這個就沒有那麼像 但是加重了3D風格 3D Mixed Character 這個我手行試的 之前沒試過這個Model 我就覺得很漂亮 之後到動漫風 動漫風就預料不像了 不過我覺得有些人應該會想要的 所以我也選了幾個 我覺得效果都不錯的 我的Sample 雖然分了Style 但其實大家是可以任意配搭不同的Prom 相同的Prom 用在不同Model 會有不同的效果 如果你自己有喜歡的Model想用 可以選擇Custom Model 選完之後 填下面Custom Model的部分 首先要在Cyphic AI 選個SD 1.5的Checkpoint 之後Right Click Download Copy 條Download Link 如果它有超過一個File 首先要確保你選的是Safe Tensor 和FP16 如果它有Full Model和Prune Model 我會選擇Prune Model 效果沒什麼分別 但File Size會小一點 不用等太久 Copy 完條Link 回去Collect Project Paste 到Custom Model Report 下一步 如果你選擇的Model 沒有No VAE 或者Baked VAE這類的字眼 就根據Model 是動漫或非動漫去選擇 記住 3D算非動漫 之後 如果你的Model 有建議的Sampler Clip Skip Number of Steps Embeddings等等 就跟它說這樣設定 如果不是的就不用動它 我預設的這些通常都OK的 按完Run之後的步驟 和用我預設的Model沒有分別 如果你將到一張大部分滿意 但只是某個位置想撿一撿 那可以怎樣做? 我預備了第二個Collect Project 給大家 這張照片你不要放大 Safe 備用先 打開說明欄第二條Link 會是我們的InPaint Project 首先要預備一張Mask了的照片 什麼是Mask了的照片? 例如你想修復的是手 那你就要游了手的部分 讓Stable Diffusion知道 你只是想重張這一部分 如果你有Photoshop的就用Photoshop 如果沒有的 可以用Photopee 免費的 是一個網站 首先去Photopee.com 首先拉你的照片進去 之後按這個按鈕 開個新Layer Make sure 選了新Layer 之後選這支筆 確保是用Brush Tool 是這兩格顏色 上面的角度選擇白色 要是最白的白 即是六條F 之後在你想重張的地方游了它 左上角可以選擇Brush Size 每次只可以選擇一樣東西 例如是手或眼 可以選擇兩隻手、兩隻眼 但要是同一樣東西 那你的Problem就會比較容易弄 如果你真的眼和手都要重張 那就要做兩次啦 之後選擇這個Paint Bucket Tool 將顏色改為黑色 六條零那隻黑 將剩下的部分填滿黑色 之後按File Export as JPEG 按File名 按Save 之後分回去Collect Project 跟剛才一樣 按右上角的下箭咀 按Change Runtime Type 確保這裡是選擇Python3 和T4GPU 之後按Save 之後按Step1和Step2的Run 之後打開File System 拉你的原相和Marshall的相片進去 在Step4 進入你兩張相片的File Name 之後選擇你的相片是動漫還是非動漫 再說多次 3D屬於非動漫 之後落Prom 如果是手的話 就落Hand 或者Hands Negative Prom 都是多多益線的 色落就落了 Embeddings 我會建議 Easy Negative 而如果是手的話 就take my backhands Strength 和你本身的相片相差多遠 越大相差越遠 如果我本身的手只差一點 可以Tune小一點 如果像我這張 整隻手反了 就不可以Set太細了 不過如果Set太大 效果可能會失控 所以我這個Case 我就大約用0.7-0.8 之後按Run 通常你要重張的東西 都不是那麼容易 將到一個漂亮的Result 不對的 再Run過這個Step Run到對的 下面還有Step5 可以早放大 Strength有機會因為不同模特兒而有分別 這張是BRA張出來的 我就覺得0.6好處好一點 所以Strength 都是要自己試多幾次 找回合合的效果 這個Collect Project 不是只可以修復瑕疵 還可以修改圖 例如我想加上帽子 首先預備一張有頭頂的Mask 之後Prom改成Hat Embeddings 只是Easy Negative就夠了 讓大家看看有效果 如果大家張出來覺得不像 可以先看看你入的照片 會不會不清楚 頭太小 或者太光太暗 我會建議用這個樣子清楚 不用特地選一些拍得你漂亮的 因為大部分的Model 將出來都會幫你做美化 另外不用給全新 因為IP Adapter Face Model 只會找你的樣子來用 新型他不會理的 好啦 今天可以說是大贈送 又有Deepfade的Project 又有改套的Project 快點給我Like我先啦 除了AI相片之外 還有什麼教學想我做?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未訂閱的就訂閱了 不然就很容易錯過了 下次精彩的教學 如果你對Gen AI相片很有要求 覺得這次的效果還未夠滿意 而你又未看我上次Train Laura的教學 現在就在這裡看完它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